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6月关剧指南孟华路,幸福到万家沉香如蟹都有望大报。 一进入6月,观众期待已久的好剧就纷纷定档, 先是天仙姐姐刘亦菲主演的古装剧孟华路定档6月2号开播, 然后又有消息称赵丽颖主演的幸福到万家会在6月7号开播, 杨紫竹演的仙侠剧《沉香如蟹》也被放入了6月待播片单。 随便翻翻各大影视平台放出来的6月片单, 就知道暑期档的竞争到底有多激烈,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一起聊一聊, 在这个气温飙升是何宅家追剧的6月, 到底有哪些必看好剧? 梦华路 这可是刘亦菲演完《小龙女》之后的又一部古装剧, 也是她时隔16年之后再次出演电视剧。 从简介上来看梦华路讲的是三个苦命女子互帮互助一起搞事业的故事, 从制作团队放出的预告片来看, 还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什么叫另类救赎, 刘亦菲和陈晓的互动一下子就勾起了观众的好奇心。 再加上这部剧除了有公认的神颜刘亦菲和古装男神陈晓担任男女主角之外, 还有柳妍和林允加盟助阵, 整个剧组妥妥的就是近期古装剧中的颜值天花版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部剧的播出吧! 幸福到万家 和其他的剧被网友猜测会不会报不同, 赵丽颖的这部乡村生活剧幸福到万家, 则是从立项开始就被网友注入了极高的期待值。 这部剧已经不是会不会报的问题, 而是能不能冲击2022年的剧王。 毕竟这部剧可是国宝级导演郑小龙亲自坐镇, 用的还是拿过大奖的秋菊打官司相同剧本, 再加上向来以拼命著称的85花扛靶子赵丽颖担任主演, 怎么看这部已经拿下了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暑期 荡上星指标的幸福到万家都非常有可能拿下今年的收视率冠军。 从官方微博放出的预告片来看, 赵丽颖一改以往甜美又可爱的形象, 演绎了一个一直走在觉醒道路上的农村妇女, 从倔强又委屈的新媳妇,到勤劳肯干的打工人, 再到功成名就的乡村女企业家, 赵丽颖饰演的《幸福一角》不仅给观众展示了一名农村女性的蜕变, 更是以小见大,讲述了乡村的振兴和发展。 实在是让人迫不及待, 想到看到这部《幸福到万家》了。 妻子的选择 女性悬疑大剧《妻子的选择》官宣定档6月6号, 这部融合了家庭、职场、婚姻、 自我觉醒等众多元素的都市剧, 第一时间勾注了观众的心。 这不仅是孙力时隔12年后复出再次拍戏, 更是被观众赞《未谍战王者》的编剧王小腔, 将自己擅长的悬疑风格融入都市剧的一次挑战, 当心思缜密的家庭主妇方唐发现自己精心维护的婚姻, 竟然有着另一众真相, 她该如何在寻找自我的同时揭开一个又一个的秘密? 不得不说, 虽然同样是掺杂了婚姻关系反思的都市剧, 可一旦加上了悬疑色彩, 整个故事就陡然变得微妙, 且一跃发吸引观众跟随主角的视角去探索真相。 人生若如初见。 平台同样放出了这部《民国证据》人生若如初见的代播信息。 这部《人生若如初见》从立项开始就被网友戏称为《眼泪收割机》, 毕竟导演王伟的代表作是《白夜追凶》和《隐秘而伟大》, 还是写出过《人间正道是沧桑》的金牌编剧《江其涛》的封笔之作, 再加上《民国这个底色》悲怆的时代背景, 想不把观众搞哭都很难。 再加上《人生若如初见》的女主角是获得过香港金像奖影后的春夏, 男主角又是实力派青年演员现男友李献, 两个人一同演绎了这段庚子国变之后, 企图挽救民族威王的有志青年纠葛, 起伏的命运碑歌。 这样顶级的配置绝对值得一看。 《陈湘如谢》 暑期档本就是各种聚集神仙打架的档期, 几乎每年都会有一部仙侠剧在烈日炎炎的六月脱影而出, 而很多影视博主都在预测今年的仙侠爆款剧, 就是这部由杨子和陈毅共同主演的《陈湘如谢》。 说来也是凑巧, 不论是杨子还是陈毅都曾经出演过热度其高的仙侠剧, 这次合作也是强强联合。 再加上导演还是拍出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和陈希元的郭虎和任海涛, 最擅长把控细腻的转折和挨挽又梦幻的爱情故事, 这两人凑在一起, 那就是仙侠剧的爆款保障, 相信这部《陈湘如谢》一定不会让观众感到失望。 回廊亭 炎炎夏日, 又怎么能少得了消暑又刺激的悬疑剧? 这部由邓家家和张新成共同主演的本格推理悬疑剧《回廊亭》, 也被官方盖章称即将在6月上线, 热爱悬疑剧的小伙伴已经迫不及待了。 《回廊亭》改编自东野龟吾的优质小说《回廊亭杀人事件》, 以一场深夜突发的火灾位背景, 两个被大火改变命运的人又该如何纠缠着走下去? 导演李雅涛的毕业作品曾经拿下过《金棕吕》短篇大奖, 再加上有《鱼醉》的编剧张世洞进行改编, 以及演技几乎从未出错的邓家家和张新成, 这部《回廊亭》还未播出, 就已经被不少悬疑剧爱好者列入了暑期必看榜单。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